大家好 这是一只刚刚从狗漏车里救援回来的一只拉布拉多犬 因为我朋友知道我最近猛犬基地正在收狗 我们想养几只不同品种的狗买回来玩一玩 刚好在他家门口就有收狗漏的车子 所以他联系我说车上有几只鸣犬 让我过去看看需不需要 我过去一眼就看上了这只拉布拉多犬 这只拉布拉多犬一看到我就眼泪汪汪的 非常可怜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有内痕 它真的是这么通能性知道我要去救援它吗 实际上并不是的 这只狗回来我观察了一下 发现引起它内痕的原因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这只狗眼睛有点发炎 有点睫毛炎 大家可以看到它眼睛是红色的 另外一点原因就是这只狗有到睫毛 你想象一下睫毛扎到自己眼睛里面 是不是一直会流泪 这就是它流泪的主要两个原因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养的乘物狗里面 也经常有发现 特别是有的品种狗特别容易出现有内痕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处理的方法就跟刚刚我检查这只狗是一样的 首先检查一下它的睫毛会不会扎到眼睛里面 如果睫毛扎到眼睛里面的话 就需要去宠物医院做一个小手术了 把这个倒睫毛处理一下 应该就不会有内痕了 另外一个引起内痕的原因 处理方法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那就是眼睛的睫毛炎 眼睛发炎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你只要观察狗狗的眼睛 眼睛眼圈周围如果是红色的 基本上可以判断成是眼睛发炎 这个时候只要滴几天绿梅素眼药水 基本上就可以痊愈 就可以解决狗狗内痕的问题了 这只拉不拉拨犬品相还是非常不错的 待会我们先会给它做一个驱虫的处理 做一下体内驱虫 七天之后再给它补一针疫苗 基本上就可以很健康的成长 大家买成年的狗回来也是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它做一下驱虫 大家给狗做驱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按狗狗的体重去吃驱虫药 这只狗体重大概是50斤左右 我们给它按剂量喂食驱虫药 像这种狗基本上不会咬人的 拉不拉多属于三大无攻击性犬 对人是非常友好的 您看这只狗刚刚买回来不久 对我是基本上没有敌意的 拉不拉多犬 金毛犬 哈士奇犬 俗称三大无攻击性犬类的品种 这种品种里面基本上出现咬人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倒是事事无绝对 看到陌生的狗尽量不要去接触它们 以免发生不测 给狗狗喂药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打开狗的嘴巴 塞到喉咙口 而后 闭上狗狗的嘴巴基本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请注意 如果狗狗吃完驱虫药 您发现它粪便里面 虫子很多的话 过一个礼拜再做一次驱虫 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收看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 狗鱼者老汤 在这里随时恭候着您